除了算什麼 每天最先爆 最近的天氣都非常舒適 秋高氣 爽勢 多雲道晴 尤其周南部還是個大晴天 大家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溫差很大號 有十度之多 也不太會下雨 我們就來看看 以現在目前臺灣的天氣來講 各地都是相當晴朗的 但是下一張要告訴各位的是 衛星雲圖 即便天氣是還蠻穩定的 但是其實在菲律賓這邊 其實有一些低壓 熱帶勞動 所以有發展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要變颱風 機會不大 但是他有些水氣 人就是會抬上來 所以今天是好天氣 但是明天 北臺灣 尤其是宜蘭這邊可就要變天 會變得比較容易下雨 所以北部的觀眾朋友們 好好把握今天的好天氣 至於中南部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但是中南部要注意的 就是在溫差的部分 高溫都可以來到三十二度 段時間看看中部低溫二十二度 溫差有十度之多 那南臺灣的話 晚上也是比較偏涼 二十三度 花冬的話 高溫可以來到二十九度 但是同樣晚上的時候 都是比較涼稠稠的感覺 那北臺灣是蠻舒適的 高溫二十八度是秋高氣爽這樣子的天氣 但是未來一週剛剛有預告一下了 北部地區今天還有太陽 但是明天要變天了 主要是水氣過來 迎風面的北臺灣 尤其是宜蘭這邊比較容易下雨 而且會一連下到下個禮拜一 所以北臺灣的天氣今天還是好的 但是明天就要變得容易下雨了 那至於中南部的話 沒有什麼影響 都是天氣還蠻不錯 蠻穩定的秋高氣爽 但是文差比較大 再次提醒早速晚歸的話 要加一件博外套囉 天氣資訊整理給大家